好 来关心复议案表决进入到倒数计时 立法院昨天朝野协商 不过现场是一度火爆 为了拼押线表决 蓝绿白可以说是叠对叠 那么民进党除了喊出六壮士来归 试图要松动蓝白板块 同时也祭出所谓的乌贼战术 而背后真正的意图又是什么 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和 决战关键在国会 今天要谈的是什么 是谈复议案 昨天时间已经出过了 下礼拜五就要来进行表决了 在这个表决的过程当中 到底会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呢 这是大家都在看的 但是呢 跟官方朋友讲 这个复议案或许只是一个前菜而已 现在我们要把民进党的所谓三部局 全部都列出来 复议案说到是主要是要把国民党 还有这个所谓的民众党 给它去抹黑 抹黑完之后你可以看到 包括对韩国瑜的公事 包括对翁晓琳的公事 包括对许晓信的公事 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后续的罢免案 这罢免案是为什么 当然这跟国会是有关系的 今天执政党它是立法院的少数 它要如何变成多数呢 只能用这种方式吗 而今天我们要来谈到 这些话题当中 对复议案所包住的这些事情 我们要如何抽丝剥茧 而现在民进党最关注的是 是他们2026以及在国会 到底要怎么把这个权利拿回来 好 今天有参与我们讨论的立委 分别是陈玉珍立委 以及我们的叶元智立委 好 玉珍 我们就先从我们刚刚谈的复议案 21号就要来开战了 21号虽然柯建平总统说 我们不会抽我们不会抽 但现在有一种风声鹤唳的这种感觉 因为从包括前面 包括主动态要先背询等等 还有号召这些青鸟 还有他们在全台宣讲等等 这些能量会不会对你们来说 来一些威胁 有威胁之后21号最关键 你每次都站在第一线去挡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 撇步21号要全部拿出来 第一个我们从行政院这个复议理由 这个七大理由看出 行政院真的只是为复议而复议 而不是真的这个反应有什么 自爱安心之处 所以就法理上来讲 民进党就实证党行政院 它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目的 他们也知道说他们现在人少 那复议要赢的可能性也趋近零 那他们的目的其实也不是为了复议 像庄五箭一直在佩工 所以他的目的说 藉由这个复议的这个过程中 他们开始召唤这个青鸟 章次这些青鸟的 不知道为什么还被民党监控的那些青鸟们 然后就是来召唤他们到中山路来 民党已经把这个路线都接下来了 来召唤他们 然后接着他们要全台各地去宣讲 其实所有的种种 因为复议完 复议大家都知道 现在举事他不会赢 所以我个人觉得民党 不知道会不会做冲突 如果会做冲突 当然我们也做好万全的准备 对 遇见委员 所以会不会有一种叠对题的感觉 虽然柯建民总裁说我不会冲 我不会冲 但你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信 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 对 因为柯建民那一天 像昨天在审那个 警消的那个 就是退休金的替代率那个条例 他常常会引一些三国演艺 三国志里头的一些战法 对 他有时候就会说 有时候要放空存记 草存借鉴什么都不可能 所以当然因为复议案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没那么容易上当 我们也没那么容易上当 我们还是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们说兵来降党 水来涂游 我们还是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只是说我们当然还是期待 民进党是当家不闹事的 虽然这个可能性已经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样 很顺利的这个服役可以这个 就是过去就不过 可以否决这个服役 但我觉得民党真正的做法 就陈如宁刚刚所说 他真的目标不是在服役 因为今天他会提示线嘛 你看赖青泽以前在当台南市场的时候 他对这个台南议会不爽 他两百多天没有进市议会 所以他那是非常有个性 那我的看法是他现在就是看 现在国民党跟民动还是比较像是国会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可能要藉由 这些复议案没有过 然后这些青鸟的怨气没有办法去出 把这些怨气全部都结合在一起之后 才针对要见识的其实是所谓的罢明案件 罢明案件完之后你的国会 让他们自己变成多数党 那他或者你看那个科技博士 整个立法在呛声说不然你们倒阁 解散国会 你们倒阁我们解散国会 我们有那么笨吗 开玩笑 在国会我们实际上群里有讨论 这个卓隆泰是一个免洗的而已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把他不信任任的 就算通过了 他下台了 他下台一句说 那应该可以再随便提认了一个人 提科技博士 随便再提ABCD都可以 我们是真枪实弹打出来 所以如果说真的 最后真的被罢免 我们现在就是赢的 我们现在就是多数 我们要多数 我们去罢免一个 我们去不信任一个 那个可以随时换掉的人 然后换来我们自己要全部重来 然后民进党如果整天就把思想 民党就是一个 他自己觉得他很会选举 然后他都从来不想怎么治国 好 其实刚刚郁政委员讲得非常明白 罢免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 因为今天立法委员去监督 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今天如果罢免只是为了让你的国会 变成多数了 那未来谁来监督执政党呢 而现在在我左手边的苦主 叶远子最近一直在网路上面 一直被说 哎呀 要第一名罢免 或者是怎么样 甚至好多人给你建议 要你要小心选去的什么样的人 你会不会听得觉得很无辜 我做对的事情 为什么我还要这样被骂 那未来我就算被罢免了 你要再罢免其他人 没有人在监督执政党了吗 对啊 他们这次罢免当然是一个没有正当性 不正义的罢免 我跟你讲 民进党现在就进入到一个叫 非上五阶段 因为我发现柯建民每天都在那边 疏空咄咄 然后在那边 难难自语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过去八年 甚至于王金平当院长的时期 他都呼风唤雨 只要柯建民有意见的 法案几乎都过不了了 但他这一次发现 国民党还真的 韩国瑜韩院长也跟王院长不一样 所以在国会改革法案 我们顺利就通过了 虽然说举手举很久 但是还是通过了 所以他现在突然发现说 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进入到第一阶段悲伤 然后第二阶段愤怒 第三阶段呢 他是开始想要讨价还价 我一定要再争取回省 所以他就开始推动罢免 但我问各位 罢免当初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我选举选你出来 我期待你好好做事 对不对 结果发现你没做事 发现你在打混 发现你如何如何如何 我把这个权利收回来 罢免是这样 你有吗 我每天都是六七点出门 那就好好的了 对啊 我都这么认真在做 但是现在就意见跟他不一样 意见不一样 以前人家讲说 民主政治叫做 我不同意你讲什么 但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 现在是我不同意你讲什么 我就要罢免你 你讲的跟我不一样 我就罢免你 但是罢免的门槛 跟选举得票门槛不一样 罢免门槛比较低 对不对 你跟我选举 你要票赢过我 不容易 但是罢免 我只要动员 我支持者一部分 我可以帮你罢掉 而且帮你罢掉之后 你不能再选 那这一区我就有机会 可以拿回来 所以罢免变成政治斗争工具 那不然这样啦 也不用那么累了啦 大家来修选办法 以后只要民进党没选上 自动再选一次好了啦 好不好 不然的话 以后干脆任期 大家改一年一次 就是说总统立委任期都一年 一年后再选 民进党如果要 这么喜欢选举的话 那干脆改选办法嘛 否则你发动这种不正义 为了抢位子 吃相难看的罢免 那你把我们板朝人当塑胶 你觉得所有的板朝乡亲 都是为了你仇恨动员 当作你抢位子的工具 然后为了你要做这件事情 搞得鸡犬不宁 因为你要罢免人家 一定会煽动仇恨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说法 是外界说 其实如果真的你要被罢免 未来要来选举的是戴伟山 这连名字都直接点出来 而且还说人家是 吴思瑶的前主任 也是新潮流 跟赖很熟 主要是因为他是新潮流 那因为现在 大家都知道新潮流很厉害 那总统也是新潮流 所以为了要帮新潮流抢位子 所以我们来发动一次罢免 但大家不觉得听这个很荒谬吗 所有的选民出来投罢免票的原因 是为了某一个人的位子 那我觉得野心勃勃抢位子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大家走正当的程序嘛 你下次来选嘛 对不对 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输嘛 那原始我们刚刚回到 关键6月21号 虽然现在大家都说 双方的手法都没办法行 6月21号对你们来说 是不是一个极度关键 会不会觉得 对方可能会在闹 或者是出什么样的 这些招数你们 未来是要怎么样去反制 我觉得我们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但我认为说民进党 现在是真心想要复义通过 还是他是希望复义失败 去动员外面的人来搞傍免 你意思是说 从头到底跟我们讲的一样 都是被包装好的 都是只是找一个室友 就是先射箭再画拔 他的本质就是夺权 所以他当然 我如果按在这个角度的话 他搞不好 也不希望复义被挡下来 对不对 因为复义他如果被挡下来 他要怎么继续仇恨动 其实主龙太也有希望说 复义案可以过 他希望我可以感受到一些 人性的光或是关怀等等 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说 你要知道民进党 他内心深处 他到底希望打到什么目的 他是真心想要挡吗 还是他希望搞政治斗争 是哪一个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因为我的感觉 这个复义案就是 都是先射箭再画拔 只是一直在不断的操作民粹而已 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那个能民选我们出来 不管是选行政权的总统 还是选立法权监督的这个 我们立委民意代表 民众就是希望我们做一点事 对 我们的心应该多花在怎么样 监督我们政府 有没有做得好不好 有没有把我们纳税人的荷包固好 有没有把资源用在正确的地方 那怎么样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 哪些政策需要我们去更关怀的 制定更新的政策 让产业界可以更发展 这个才是正确方向 民党不真心想要帮人民做事情 我们就看到这个产业有好多发展 很多政策要制定 很多法令要修改 我们想要做这些事情 那他要把我们的力量 放在这个整天在选举 就是反罢民身上 这个真的不是真心爱人民的 所以如果选区有人去发动这样的事情 他不是真心想要来帮这个选区做事情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别人弄臭 把对手弄臭弄黑 目的就是他从政的初衷就是 斗争别人吗 从政中是怎么帮百姓做事情 所以大家百姓可以回归去想一下 谁才是真心想帮百姓做事 好 我们今天挑战议题也接受你的挑战 我们会在YT设一个投票栏 你觉得我们今天讲怎么样 有什么议题想要讨论 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给我们回馈 好 以上最新 主播 管道 有人 有什么 噓